科梯生活科技教室水跟蔬菜系统 目前我们看到的在下方水池有一个沉水马达 他把水打上来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关可以控制水量大小 那这个水管进来到我们的下方 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目前有一个软管 上面装了三个洒水器 然后我们上方有六个直床 这个沙水器是浇灌在这一个直床的下方 来织入根系 然后在上方我们放置的是这一个植物的LED灯 那这样产生了水循环 那我们的水贴在从下方的这一个管孔 再流回到我们的水槽 以上就是科梯为大家介绍的水跟蔬菜系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